第六节 如何预防老人长期卧床 预防老人长期卧床就成了护理工作或家族成员最重要的日常事项 在这一节中我们围绕着预防老人卧床的种种可能展开讨论 饮食 运动 休养是最基本的 也不要忘记定期检查和及早接受治疗 重病 受伤会造成老年人长期卧床之外 就连小感冒 身体疼痛也会导致卧床不起 其中 以脑中风 年老体衰及跌倒 导致骨折为三大原因 但这些都是平常生活多加注意就可以预防的 要预防脑中风 最重要的是要从中壮年时期就开始做健康管理 培养均衡饮食 适度的运动及规律的生活习惯 并且定期接受健康检查 切记一有任何症状就要立刻接受检查 及早接受治疗 适度的运动及摄取足够的钙质 维生素 蛋白质 可以预防容易引发骨折的骨质疏松症 另外 造成骨折的直接因素 跌倒 可以借由在居住环境做一些安全措施来预防 预防自闭是家人的职责 透过户外活动提升生活的动力 老年人渐渐地不喜欢外出 就是自闭的前兆 一旦什么都不想做 懒得和人互动 一直关在家中的话 身心衰退 接着就会步入卧床不起之途 动不动就以天气太冷或太热为借口不想出门 而家人又不想强迫老人家出门的话 当然就会一直待在家里了 所以可以巧立明目 例如建议老人去看看孙子吧 一起去赏花吧 花点巧思引导老年人外出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一旦走出家门 就会发现外面的世界比家里有趣多了 自然而然 和人接触的机会也就多了 最佳的外出地点就是老年人聚集的地方 和经历同样时代背景 拥有一样价值观的老年人在一起 才能谈得来 谈得起劲 能遇上有相似境遇的人就比较不会感到孤独 也有老年人在日间照护中心认识朋友 自此之后 去照护中心就变成每天的惯例 期望外出 自然离开床铺的时间长 也就产生生活的动力 要维护身心健康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生活动起来 忽略老年人本身上具有的能力 而过度保护 反而会降低老年人自身的动力 让他们心存依赖 先是心理上的长期卧床 最后延伸为身体上的卧床不起 对于处于退休 小孩各自成家立业及世代交替的老年人 随之失去的是生活的意义和价值 如果能培养自己的兴趣或参加活动 就不会觉得失去生活的意义 如果可以帮忙别人 就会感到自己的存在价值 尽可能善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 继续工作或是加入义工的行列 也是不错的方法 另外让老年人在家里也能担任某个角色 负责某些任务是很重要的 老年人觉得对家里上有贡献 生活就会更有精神 求生意志也会自然产生 不管是家庭还是社会 都应该要积极地协助老年人 让老年人有展现自己能力的机会 这张图片向我们展示了 预防老人家卧床不起的生活方式 一、均衡饮食 二、运动或休养 三、日常健康管理 四、积极外出 五、担任职务 六、自我照顾 怎样做到均衡饮食 不要偏食 三、餐定时定量 不要抽烟 酒类要适量 运动及休养 适度的运动 散步可以增强体力 持之以恒 可以促进心肺功能及血液循环 怎样做好日常健康管理 要注意小毛病 也会导致卧床不起 所以必须定期接受健康检查 积极外出 多和人互动就会越有朝气 家人要积极带老人出外走走 担任任务或职务 让老人感到自己价值所在 感到自己也是社会一分子 就觉得生活有意义 让老年适当自我照顾 自我照顾和自我独立是息息相关的 家属只要协助老人无法独自完成的那一部分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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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